近期國際疫苗大量到貨 混打試驗進度曝光 台大醫院日前已經完成 AZ加莫德納混打試驗 收案兩百個人 平面媒體報導 初步結果顯示 完成兩劑接種之後 28天抗體表現比兩劑AZ還要好 而保護力也與國外AZ加BNT 混打研究數據相當 第二劑如果用其他的平台 就不用腺病毒的平台去打疫苗 它的效果都會比打兩劑AZ疫苗 來得高一點點 AZ混打莫德納 國內試驗結果出爐 而國外持續深入研究混打 根據加拿大的研究 AZ混打mRNA疫苗 不但保護效力提高 而且能夠減少AZ嚴重血栓的副作用 更有醫師分析 各種疫苗混打策略 雖然保護力有差異 但是都能夠避免住院或重症 第二劑之後 AZ的持續刺激 其實血栓的部分 這些高風險族群 有可能會產生 mRNA本身就沒有血栓副作用 所以它的兩劑混打 本來就不一定會造成血栓的風險上升 這個下降是可預期的 不過目前國內只有開放第一類對象 醫師人員可以混打AZ加莫德納 隨著國內試驗結果出爐 國外的研究也不少 到底何時開放讓一般民眾混打 另外是否開放AZ混打BNT 也備受關注 民眾想要混打提高 體內保護效力 似乎還得再等一段時間 記者陳宣白 王一仲 台北報導